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2019年花莲市和日本岩手县圣岗市 立盟为友好的城市 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一度中断了交流 不过随着疫情的趋缓 台日外交再次的复苏 11号的上午 日本圣岗市的市长古藤玉明 特别来到了县政府 率领着圣岗市的参访团 拜会县长徐真卫 期盼未来双方可以深化观光 以及农业的合作交流 同时增进彼此之间的友好情谊 2019年花莲市与日本岩手县圣岗市 立盟为友好城市 新冠疫情一度中断交流 不过随着疫情趋缓 台日外交再次复苏 11日上午 日本圣岗市长古藤玉明 特别率领日本圣岗市参访团 拜会华莲县长徐真卫 包含市长夫人古藤玉梅子 郑刚市议长竹田浩九等人 都出席与会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两个城市来说 特别难得的一个好职会 我由中心岸 以此自访问美其机 今后与深港花莲流行协会 对中心的云间交流 能够更加活跃 同时花莲市 花莲县与深港的交流方面 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武藤市长 谢谢 未来花莲县与我们圣岗市 有更多的交流联谊 我相信两地的情谊会更深远 而且无论是文化 艺术 信仰 或者是农业 我们都可以来做很好很好的交流 现在已经网季网入了 其实如果没有办法 那么平凡的实际上的网孢 其实透过视讯国际的会议 都可以成就很多美好的事情 深港市与花莲自2002年首次交流 至今已有21年 会中特别展示花莲县府观光影片 及施政成果 畅谈观光 农业及文化等各方面政策发展 深港市长致辞除了祝贺徐贞卫顺利连任 也表示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公布 2023最值得去的52个地方 深港市名列第二 随后徐正伟去证透光石化端及花莲名产蜜香红茶 期盼未来彼此能够深化合作 增进深港市与花莲的友好情谊 记者蒋邦彦 华林诗报导